哎呦 可不是吗 在这么一看像《甄嬛传》这样电视剧里头 这不都骗人吗 没错 因为咱这些女演员 你说孙丽啊 什么孙茜呢 陈思福这些演《甄嬛传》女演员 哪个平常不得追求自己瘦一点 因为咱们都知道这女人 她一瘦 她上镜好看 脸小的上镜就占便宜 你要哪个女的有我这么大一张脸 上镜绝好看不了 所以说呢 她这个演员平常的生活习惯 那跟这个几百年前 大清后宫那些妃子的习惯 大相径庭 所以说演员呈现那种状态 端庄秀丽 根本不是真实的 那是骗你的 真实的是咱们看照片的状态 有人说那这么一看 《甄嬛传》里这不是这事 当然不是这事 那是小说家和编剧编的 诚心动定开心 让您愿意看的 在这里头绝大多数的事都不是真的 你看咱随便说几个 首先一个说这个后宫选妃 所以这《甄嬛传》里边一看选妃呢 程序挺严格 这罗马车把这个妃子 选秀这些秀女吧 带到这宫里来 一个人看 要是这个皇后皇上呢 相忠了呢 就给相囊 意思我留下来 等下一轮 其实就海选 进入下一轮 要没看中的呢 给你花 你走人吧 嘉兴之辅之女下如花 撂牌子四花 说你看那个孙丽眼那真怀 一进宫里头 说得看看她是不是端庄秀丽啊 怎么办在地上泼上水 让整一只猫 别的宫女下来吃教会 哎 她那这孙丽呢 很淡定 哦 这算得上端庄 还算端庄 那实际选秀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实际选秀什么呢 那范围比这个电视剧里 写的大得多 程序复杂得多 她为什么这么重视 选秀女呢 首先一个 选秀女呢 她有区分 你要如果选 要进攻的 其实不光选进攻的 选上的这人 除了皇上 后妃 从事的后宫以外 还有的要给这个直系亲属 你比方说亲王啊 贝勒 这些人 找媳妇 所以选呢 首先得是选着满八旗的 满猛八旗 汉八旗 按这个顺序来 哎 这叫选秀女 还有一部分呢 是鲍一三旗的后代 鲍一三旗呢 是主要是 伺候这个皇室 王公贵宙的 选他们的女孩子 进攻干嘛 当公女 当屎方丫头 但是这里头 也有少数 极少数啊 一点点 真就当成妃子了 所以这个选秀女的过程当中呢 是决定着满清 这个系统的婚姻大事 所以不能马虎 那么一道关 一道关 那规模大的 不得了 而且如果你要进攻 伺候皇上 那程序更加严格 他规定呢 凡是所有的满八旗 猛八旗 汉八旗 到了年龄 这女孩子 必须得进攻 来参加这个 秀女的选择 那么一道